哈喽大家好,这次盖联天老师 之前我们花了一期视频的时间探讨了一下 不同价位,不同品牌的线材,实际的音色是否有差别 如果还没有看上期视频的朋友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几点击里面 那么经过上一期视频之后呢,我一边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发烧线材如此讲究所谓的用料材质 那么使用不同材质制作的线材到底对音色有多少的影响 那今天将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 首先非常感谢本次视频的器材供应商 Sam Gold 森谷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他们的五款线材 都采用了不同材质的导体制作 那他们分别采用了无氧铜 纯银 无氧铜加单金铜加纯银 单金银 三种不同纯度的银质超导体 那OK价轻巧很复杂很牛逼啊 总之就是五根采用了不同材质的线材 那Sam Gold 市面上少偶的线材 连于商人来讲它的可选性比较强的品牌之一 那所以呢可以提供给买家不同的材质的这些选项 同时我认为在对比中如果选择同品牌的产品 相对也比较公正比较公平一点 那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刻意的去对比和体会不同材质的线材的区别 那么从以往的网络上看到各种发烧大咖的说法和商家的各种商品的广告介绍里面 那改变它们肯定有不小的区别 那么使用起来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经过上一次的视频的经验啊 为了最大限度的放大线材自身的特点 我会采用复古小输出类型的被动循运器的琴 通过线材直插进入clean音色的音箱 在对比中我会尽量保证演奏的力度和方式的一致性 并不会加任何的后期 那废话不多说 在我们下感受一下吧 作曲 刘先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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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